嘿大家好,我是沈耀,我是阿翔的Luki,歡迎來到我的Studio Froosham Froosham也要丟下去喔 Mogakui丟下來了 蛤?Froosham很危險 要...要救他 要救他才行 一定要救他 Froosham Y-Yusuf 蛤? 蛤? 真的啊? 吼!!!! 冷靜一點 掉下去了 掉下去了啦 剛剛那一幕閃過去的那一幕好帥喔 抱歉 Yusuf 不 我才是 對不起 蛤?你受了重傷 沒有事吧 啊 沒什麼大事的 不要說謊啊 剛剛明明就被一口氣吃進了肚子 那 那是 嗯? 喔 刀子刺中的懷錶是嗎? 嗯 就是這樣子 好強大啊 那懷錶好強大 會隨時耐著好 呵呵呵 不 只是罕見的果然而已 啊 那 那麼 為了保護時 為了保護我的時 所受的傷呢? 沒事 只是翅膀被切了一小塊而已 是嗎? 太好了 對不起 謝謝呢 不 沒事嗎? 感覺 好像變成了 那是什麼 直輪是什麼東西 直 直輪 猛gecko越來越多 蛤? 蛤? Kevin 蛤? 其中 蛤? 因为啊 都是因为你啦 什么嘛 就那么奇怪 你奇怪哦 什么嘛 哇 偷偷告诉你们 还有两个人在上面呢 为什么 我那样捧腹大笑啊 笑着的Floes想 也很可爱哦 很害羞 很想死 等等等等 我难得中了 你不要随便就死啊 不 可是 我想 我们的话 从那个高度掉下来 也不会轻易死掉的哦 哈 总之 先回到上面吧 给我等等 那我拼命教你是问什么 好意义的吗 那个 我可以不用受重伤啦 啊 是吗 太好了 谢谢 再笑一次 不要 拜托了 不要 不要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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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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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两个好可爱啊 等一下啊 这边才是 啊 啊 yousaf san rule san 真是可笑哦 好了 接下来是你们两个 是 什么 哈 詞曲 李宗盛 不能原諒 什么时候在我背后的 绝对 绝对不能原谅 那个啊 你一直在说什么呢 我才不想你这么借口啦 大概变成肉酱了吧 好好吃的感觉哦 很厉害呢 马甘东大上 马甘东大上 果然是很强的呢 蛤 救命 是吗 是哦 我好像 又有这种感觉 不是这样子吗 哦 自信出来的呢 哦 哦 哦 马甘东大的攻击力 把力上升了 哈哈 这是什么 潜力激发是吗 哈哈 哦 说起来那两个 呦 哎呦 飞起来了 我怀了 我怀了 哇 你刚飞起来了 对啊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但是 我可以飞哦 什 什么 耶 总之 两位没有事实 还是太好了 哈 这个家伙怎么了 妈 我随便对付了她一下 咦 咦 怎么了 马甘东大 不 总觉得力量涌得上来呢 不错 嘿嘿 哼 可是 在最后关头的时候 太大意了呢 哈 妈 好痛 等一下 她的眼睛掉了耶 真是顽强 如张狼一般呢 这混啊 活着吗 咦 哈 我 我的墨镜 啊 眼睛 意外地可爱呢 漂亮的眼睛 很想挖出来啊 哦 不要随便说我可爱啊 真是的 谁会才讨厌啊 哼 活该 呃 备用装备 什 什么 真是的 真是令人困扰 被你们这样子做的话 是自作之兽吧 哈 这样子的话 只能使出最后的手段了 哈 我自己 也不肯定能不能够控制得住 真的真的 只有在危险的时候才能够使出的 哈 召唤最强的屎魔 把你们全部都给杀掉 什 什么 哈 最强的屎魔 那你一开始就这样子做啊 我 我说了没 那是最后的手段 所以 吼 哼 哼 哼 来 好好后悔吧 是要出现什么 很恐怖的 很恐怖的家伙了吗 哈 过场动画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嘞好嘞 哈嘟巴鼠 哈嘟巴鼠起來了啦 啊... 好嘞 還活著嗎 哈嘟巴鼠 還活著喔 阿泰勒 喔...我們該過邊兩隻了 那個...我們確實... 被那個爪子很長的傢伙吹飛了呢 醒過來了以後 就掉到這裡了 哈嘟... 那...哈嘟巴鼠 怎麼了啊 泰勒 難得來到了別的世界 稍微觀光一下吧 蛤... 很少有機會 王大人一直不帶我們出去不是嗎 蛤... 你真是的 這種時候還是這樣子 嗯... 這樣... 不是超棒的嗎 這個提案 對吧 是啊... 難得的異世界 不盡心一下真是損失 S... 不是SU 而是SU SU大人也說過 開心最重要了呢 不要順便把這種東西用在這種地方好不好 說過了呢 回到那邊的話啊 要是被罵 就說是SU大人說過的話就可以啦 哇 太棒了 最棒的推薦責任了 哈哈哈哈 對吧 阿德達斯 但是... 我們回得去嗎 不要緊的 應該不要緊吧 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呢 沒有問題呢 呵呵呵 Let's GO 這兩個傢伙問題很大啊 呵呵呵 OK 這一集阿貝斯奧差不多跟阿財斯奧了 這兩個在這個傢伙在那邊鬧 呵呵呵 如果Bob們喜歡這個系列的話 不要忘了在左下角跟喜歡在左上角跟訂閱 學習另一片頻道 學習更多影片動態 我們下一集阿財斯奧再見囉 See you guys 掰掰 嗨 不知道阿財斯奧又在搞什麼奇怪的把戲 Yusuf到底一行人 能不能夠逃脫出這種奇怪的險境 能不能夠把灰色村給救回來 一切都靠Yusuf一行人啦 呵呵呵 千萬不要錯過下一集的灰色庭園 我們下一集阿財斯奧再見囉 掰掰 嗨